大家好 我想先问一问咱们现场的女生朋友们 你们平时喜欢做美甲吗 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 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做美甲 而且她做完美甲那一天 整个人特别开心 受误足道了 莫名其妙跟我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你感觉她也不想赢 她只想出布 我一开始不太理解 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来修饰自己这么细微的一个部分 然后她就跟我解释 她说做美甲对于女生来说 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消费体验 因为一般的美甲店的环境都还不错 对吧 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指甲油的颜色 你可以看见自己的手指慢慢地变好看 美甲师还会攥着你的手上 哦 你的手真好看 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会让女生不开心的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 我们不会太在意这种消费的体验 我们只在乎结果 你给我结果就行了 我甚至觉得有些消费场景 只针对男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 商圈一层的十元快剪 十元速剪 十块钱快速给你剪一个头发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次 那一次就够了 说实话 十元快剪真的太快了 效率也太高了 你进去没有理发师跟你说话的 我进去那个老板看了我 朋友们 我上次用 跟别人打招呼 还在高中的时候 让同桌把卷子给我看一眼 我就坐下来 一般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提自己的需求 对吧 给我来个墨西干 但是在这种十元快剪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老板告诉你 你能剪什么样的发型 因为他只会两种 光头和寸头 不然为什么快呢 一个男生突然要剪光头和寸头 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 我还在那考虑这件事情 老板的推刀 已经开始推我后面的头发了 我说老板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还没有想好 他说没有关系 无论你选哪一种 我都要推你后面的头发 我说那你上面好歹给我留一点 他说行 寸头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寸头就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他就火力全开了 拿推刀直接上 我感觉自己就错过了一通 震动的微接来电 他就剪完了 非常地快 非常地迅速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在进到这家理发店的时候 我发现它跟一般的理发店 不太一样 它没有洗头的那种水池 它连喷壶都没有 这家店没有一滴水 我在想它怎么清理我的这些碎放 这个时候老板从天花板上 拽了根管子下来 再把开关打开 那是个吸尘器 不用买 有谁要在天花板上 掉一个吸尘器 你们有被用吸尘器 吸过自己的头吗 你们知道那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吗 你会觉得我脏了 我好想逃 但我逃不掉 声浪非常地大 我整个人被笼罩着 我被吸完之后 我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 我在想 十块钱也是钱 我怎么说也是个消费者 我还是个小明星 为什么要遭受这一切 这个时候老板俯下身来 我以为他要安慰我 老板拍了拍我 让我把钱付了 我付完钱出去 我女朋友在对面一家 没假店做没假 她还没有开始 我就剪完头发出来了 她也很诧异 哦 很快吗 什么感觉 我说便宜 但没有尊严 所以我现在 我再去到一般的理发店 那种剪个头发 七八十块钱 上百块钱理发店 我没有觉得特别的贵 我觉得哦 我也太开心了 这帮朋友也太耐心了 对吧 你还没有进到门店里面 他们已经开始跟你打招呼了 先生 一位是吗 一位是吗 好的 娜娜一位冲水 娜娜就在那 娜娜温柔地给我洗完头之后 她会给我引到座位上 还会提示我 注意脚下的台阶 我坐到座位上 娜娜给我一个iPad 里面有个发型裤 几千种发型 任你挑选 光寸头的寸法 都一百多种 选定之后 托尼老师还会来 跟你确认一下 先生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OK 然后她会用梳子 梳我的发露 朋友们 她超温柔 作为一个男生 很少有这样的体验 他检疫到 把她输十字 然后捋那么一小撮 在自己的指缝当中 微微地剪出一些东西 再把我的头摆正 看一看镜子里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理发师 你得有一些专业的动作 对吧 来让你的顾客感到放心 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体验 你在一个理发店里 待待两三个小时出来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有这两边的饱和度 稍微低了那么一些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从这样的理发店出来 整个人自信很多 对吧 我再接到我女朋友 她说 你什么感觉 我说贵 但贵贵的道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